现代物理学有一个最伟大的发现,那就是物质就是能量,这也是爱因斯坦对人类所做的最大贡献,他向我们揭示,物质只是能量的一种形式,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能量所形成,不管是石头,木头,桌椅,你,我,包括我们的眼睛,耳朵,鼻子都是由能量所形成, 我们肉眼所见到的并非真实存在,肉眼看不到的才是真实的存在,说得更明白一点,我们看到房屋,墙壁,身体都不是真实的,它们只是纯粹的能量,由于电子的移动速度非常快,以致我们的肉眼看不出来,因而认为它们是一个实体,物理学家研究了三百年,想找出物质的本质, 当它们探索得欲深,就越感到迷惑,它们简直无法相信,在物质的理念竟然什么都没有,物质的本质并非物质,而是能量,你的思想使你成为你,你的身体看起来好像是由固体物质所构成,而这些固体物质,可以分解成分子和原子, 但根据量子物理学,每一个原子的内部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是空的,以闪电般的速度穿锁在这些空间中的次原子,其实是以数数振动的能量, 这些能量并不是随便任意震动,震动其实就是携带讯息,整个讯息场会把讯息传送到宇宙量子场,创造物质之间我们所看到的实相, 爱丁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吉说,我们总是认为物质是东西,但现在它不是东西了,现在,物质比起东西而言更像是念头, 物质是来自念头,是来自我们的思想,如果不是现有飞机的念头,科技是无法创造出飞机的,如果不是现有写这本书的念头,这本书也不会呈现在你的眼前, 如果你破析一张画,你会发现它是由画布和一些颜料所组成,但一幅画之所以变成美丽的图画,并非来自画布和颜料等物质的总格, 它是来自会者,是来自会徒者的念头,如果没有那个想法,也就不可能有那幅画,把一块方糖放在瓦子上燃烧,只会产生火光,热火油腻的炭块, 可是如果把它吃进肚子,却能创造出许多事物,为什么? 是因为思想,思想把糖所提供的能量变成了八股的名画,台北的101大楼,肖邦的波兰舞曲,和米尔顿的叙事诗,施乐诀,这些都是思想的结果, 思想创造物质,写作也是来自思想,来自一个念头,至于对于你有什么影响,要看你的思想,你生活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来自思想,以及你思想所创造的结果, 你的肉体,骨头与肌肉可被还原为70%的水分,以及没有多大价值的化学物质,然而,你的思想却使你成为你,你能创造疾病,也能治好疾病, 我们的每个思想和意念都附和着不可思议的能量,这些能量会透过各种形式实践自己,你的思想会创造出疾病,也能治好疾病, 你的思想能让你陷入痛苦,也能让你离苦的了,思想创造出善与恶,美与丑,成功与失败,富有与贫穷,天堂与地狱, 你生命经验的种种,统统都是你的思想所创造的,所谓一面一世界,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,我们外在所看到的一切,正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呈现, 宁国诗人米尔顿的诗乐园有句名言,心事具体味,只在一面间,天堂变地狱,地狱变天堂,千万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念头, 你的任何起心动念都可能改变整个世界,现代物理学家说,在微小的原子里存有巨大的能量,原子是这么的小,小到连显微镜都看不到,它只是一个推论, 但它却改变了整个世界,日本长期,广岛就是被原子能量所摧毁的,正如同原子能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, 你的思想能量也是一样,相似的能量会吸引相似的能量,形成类似的能量团,但这些类似的团在宇宙中彼此穿梭,碰触,慢慢地组合在一起,也就形成了物质,形成了我们的世界, 这即是思想形成物质的原理,每一个思想,即使只是小小的念头,也会变成一个东西,而每一样东西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只是一个想法,也只是来自一个小小的念头, 物件恶小而为之,物件善小而不为,不要惊哭你的恶念说,我只是无言乱想,我只是说说而已,我想应该没什么关系,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火花,也可能烧掉整座森林, 不要小看你的善念,说,那只是一件小事,不算什么,即使是小水滴,最后都可以入满整个大池子,人们为善,为恶,都在一念之间,变好,变坏,其实就在一个小小的念头上, 不要忽视小恶,火花尽管再小,都会烧掉像善那么高的干草堆,不要忽视小善,以为它们没有什么用,即使是小水滴,最后都可以注满大容器,正如法至今所说,莫清小善,以为无福,水滴虽微,剑淫大气,小善不羁,无意成圣,莫清小恶,以为无罪,小恶所激,足以灭身,生活是有小事, 所组成的,没什么大事,但小事累积起来就成为大事,单单一个小小的善念也许看起来没什么,但光是那个念头,即使大大的福报,思想具有能量,语言是有声的思想,所以语言具有很强震波,当我们说一些不中听,不吉祥的话时,常会听到人们说,快闭上你的乌鸦嘴,因为当负能量的语言一出,你已经在发出震波, 更明白说,你是在吸引同频道的事件上门,这也就是为什么乌鸦嘴会特别灵眼,尤其是愤怒和怨恨时所说的话,那些话都带有很强的能量,在透过负向的震波,结果往往让人意想不到,你一定也听说过,某些人因为一时气愤,说出了重话, 后来真的发生严重的后果,这种事情在的急诊室屡见不鲜,比方夫妻吵架,然后妻子气愤的对先生骂道,你去死了,结果先生真的就死了,父亲气呼呼的对孩子叫骂着,有本事你就永远不要回来,结果孩子真的因为一场意外,就再也没有回去过, 有人或许会问,我只是说说而已,就不是真的,有什么关系?如果有人告诉你,说你最近身体的那些异常现象很像是癌症,你会怎么样?也许他也只是说说而已,但他的话对你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吗?我们来看一下老吴的真实故事,几个星期来,老吴感到胸部不湿,咳嗽,而且有点呼吸困难,吃腰也无多大改变, 随即住进大接受检查,结果诊断出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恶性肿瘤,预测他只剩下一,两个月的寿命,这个悲惨,可怕,难以接受的坏消息,震撼了老吴和他的家人,得到癌症两天后,老吴便开始恶化,他感到非常失弱,体重迅速下降,他开始无法离床,家人都认为,能够度过这个星期遗属幸运, 没想到打来一通电话,一个带着牵异的声音,告诉老吴的太太,老吴根本没得到癌症,那个很总的声音解释说,是报告弄昏了,或者实情之后,老吴在24小时内立即离床,他的食欲恢复,疼痛也消失,而且行动自如,他的善弱完全不见,留下的只是刚开始的症状,咳嗽与呼吸困难, 你说,我只是说说而已,就像说我只是放颗炸弹而已一样,你说,有没有关系,言语甚至比真实的情况影响更大,念头,渗透我们的生命, 美国思想家文学家埃莫森曾经说过,用刀解头关键性的字,他会流血,足见语言是有生命的,他具备了创造和回想的能力,诗人安提罗 也达到过言语的力量,他说,言词就像小小的能量子弹,渗入肉眼所不能见的生命领域,我们虽看不尽言词,它们却成为一种能量,充满在房间,家庭,环境和我们心里,他相信,身边的言词会渗透我们的生命,预言就是发出声音,这声音一天少说,也要讲上几百句到几千句, 不知不觉的就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,心态和命运,有些人喜欢骂人,或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,他可没想到,听到的都是他自己,骂人的声音就像魔力一样,听得最多的人,伤得也最深 当口出恶言成为习惯后,经由自己的耳朵日以继夜的聆听,换书,久而久之,这种语言就成了先天的种子,早晚会给自己创造恶运的果实 所以,我们说任何话,都要心存善计,而在措辞用字上面也不要太重,我们谈吐时所用的字也直接明确,对影响我们的思想和情绪 一般人处理情绪的中心是右脑,预言中心在捉挠,当右脑认知一个负面的情绪时,会越过定敌体,传递到语言中心,说出相应的字,同样的,当我们捉挠,在接收到负面的字眼时,也会传到右脑,反应相应的情绪 所以,你选择用什么字眼,来表达就相当的重要,比方,如果有人触怒了你,你可以用困扰或遗憾的字眼,来取代气氛或愤怒 想想看,当你该以遗憾二字时,你还会火冒三丈吗?有道是,良言一句三冬暖,恶语一句九月霜,言语看似简单,但影响却相当深远,我们每个人都是魔法师 可以用言语对别人下咒,也可以用咒语帮助别人,更重要的是,你所下的每个咒语最后,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 因为咒语是发自于你,你就是整个振波的中心,不是吗?每个念头就像一个种子一样,在种子里面,你无法看到大树,但只要你拨下种子,并持续浇水灌溉,种子自然会把自己所需的东西 吸引到身边来,而成长着状 聚餐者圈者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